经常刷YouTube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发现 今年年初突然刮起了一股 停根潮 一大批博主集体停根 原地消失不见 而与之相对的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 疯狂涌入IG TikTok这些短影片赛道 为啥 因为短视频制作周期短 合作成本低 关键是播放量标得快啊 创作者红利自然也跟着框框上涨 那么问题就来了 YouTuber该如何破局 还有不想放弃长视频阵地 但又想尝试短视频的博主 这得怎么兼顾呢 如何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 有效兼顾长短影音的创作呢 工具用对了 就可以事半功倍 嘿嘿 没错 又是新东西 Fanmore刚推出了V14版本 三个新功能 简直是给我们这些 想转型的创作者量身定制 来 点好订阅收藏赞 一起来看看 先给大家来个震撼的 点几下就能把长影片 给你转化成竖屏短影片 同时还配上字幕 首先打开Fanmore 在右边这里 第一个就是这个功能 点进去之后 把我们下载好的影片素材 上传进去 在右边选择影片的语言 在下面选择你想生成的影片时长 还有主题风格 这里也提供了很多分类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来选择 选择完之后呢 点击生成 整个过程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怎么操作 点几下就行了 你看 它又弄完了 它甚至还有标题 我看看能不能修改哈 可以修改 像这样弄一些短视频 往什么short IG Tiktok发一发 那得多审时审利 这个功能 拿来做访谈类节目 就太合适不过了 你看看这类影片的流量 夸张到爆炸 而且 这个功能 不只是无脑简短 而是可以根据人物对话内容 精准锁定说话人 让镜头始终对准 正在说话的主体 这对访谈类影片 简直不要太友好 你说 就这点几下鼠标的事 换以前咱们自己弄的 弄多久 第二个 我们再来个实用的 AI智慧铁片吧 假设我们只想影片中 只出现一个人 其他多余的 通通都不要 没关系 直接靠这个功能 就能帮你轻松搞定 我呢 还是以这个采访素材为例 把它上传到FMware之后 点击右键就能在中间这里 找到这个AI智慧切片功能 识别完之后 选择一个人物场景 AI就自动剪出 所有包含该人物的影片镜头 这个功能可以快速处理 多人场景的素材 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剪辑效率 如果你是自媒体创作者 或者剪辑师 那这个一分钟 就可以做出来的AI切片 能让你在公司摸鱼 或者休息的时候 分分钟就可以剪几个出来 你的老板和朋友 都该震惊了 第三个 自动重构帧比例 我呢 要让他把说话的人物 始终位于画面中间 还要将横影片竖过来 而且 要捕捉人物运动 听起来要求很多 其实我在说这些的时候 已经够咱们输出一个影片了 右键点击素材 选择自动重构帧比例 选择我们要的长宽比 再选择一个运动速度 然后开始分析 它会根据人物的动作 还有声音来进行镜头追踪 不仅如此 它导出时 还同时把重构好的竖屏影片 也一起导出了 这个功能十分适合 访谈类和运动类影片的后期处理 点个赞 那除了我演示的这些 Fanmore14 还新增了AI翻译 上传一段自己的 或者其他人物的素材 点击右键 选择AI翻译 勾选纯形同步 然后选择好语言来源 和想要输出的语言 你就可以瞬间掌握多国语言 而且他还藏了一堆实用到爆的AI功能 就比如这个AI音乐 选好主题氛围和风格 就能一键生成三首AI音乐 完全不必再担心版权问题 妥妥的上心 更普选的是 直接用AI智慧配乐功能 自动帮你配上符合影片风格的BGM 整个流程丝滑到不行 剪辑设计 外语音乐 一个工具通通帮你搞定 看到这 是不是发现机会来了 就像那些YouTuber跑去短视频平台 寻找新出路一样 我们也可以在有限时间和预算内 实现多渠道运营 所以 要用对工具朋友们 像Filmover 14这样强大的转化功能 不仅能降本增效 还能多条收入渠道齐头并进 现在 就是扩大影响力 提升收益的好时机 抓住短视频风口 让流量为你所用吧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也不用谢我 点赞 分享 订阅就行 我们下次见啦